嗨,大家好,我是菲文青 今天想来跟大家谈谈 三岛游肌夫的不道德教育讲座 读完三岛游肌夫的不道德教育讲座 我又再次对三岛游肌夫改观 从前我认为的三岛游肌夫 就是个肌肉猛男,非常硬派的那种 我印象中的三岛游肌夫对美有很强的执念 在写作上追求一种极致的美感 但在阅读这本时,心里想着 奇怪,三岛游肌夫真的是这样幽默风趣类型的人吗 而且很多内容就算放在现金读来也真的是ㄎㄧㄥ到爆 这本通篇真的是一本正经讲干话 应该说一本正经胡言乱语 总之先随意来翻翻这精美的目录 应当打从心底瞧不起老师 应当尽量说谎 偷盗的奇功妙效 应当从女人身上榨取钱财 应当尽量多管闲事 应当利用丑闻 应当器武弱者 应当在相亲食片吃片喝 绝对不要遵守诺言 应当嫁祸于人 应当利用貌美如花的妹妹 应当在教室里威胁教师 应当要忘恩 应当对别人的不幸暗自窃喜 应当尽量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等等 那这洋洋洒洒歪曲诡异的主题内容 每每我读完一回决定要说所睡觉时 就会被下一回稀奇古怪的标题信 而无法停止继续阅读下去 而对于写作不道德教育讲座 三桃儿肌夫是这么说的 18世纪的著名小说家 锦元新贺曾经写过一部 本抄二十不孝的小说 作品内容是仿中国知名的二十四孝 壳里面讲的全是些不孝的故事 大体说来那些老吊涯的孝行美谈 不仅独来无趣又多半矫情浮夸 让人感觉别扭 因此一旦出现大逆不到的夸张故事 反倒悲感阅读的趣味 此外更可以让原本觉得自己不孝的读者发现 初中人物的不孝行镜 自己根本望尘莫及 于是便激发出 咦 原而不孝子 居然人外有人 既高于仇勒的奇妙感受 相较私下 自己就显得对父母十分孝顺了 所谓孝顺之时 应由子女由中发自内心 从此角度看来 这样的书也算功德无量了 我之所以仿照 时下倡导的道德教育 大胆开设这个不道德教育讲座 也是想参照 锦元新贺的大胆 尝试来个东施笑评 其实有趣的是 有时标题荒诞 由三岛肌膚写起来 内容却是扎扎实实的 一般认为 浅薄思想如同过眼云烟 轻飘的文化就像水流花蟹 流行的事物 正因为其肤浅才会普及 正因为其肤浅才会迅疾消逝 这个观点完全正确 然而在他没落多年以后 留在我们回忆里的美好 反而是这些肤浅的事物 也因此 现在可说是个受到催眠的时代 有人认为 这一切都是由于传播媒体所造成的 但若是没有一群自愿被催眠的乐听大众 传播媒体根本无法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 当然 三岛游记服务还是有写些 着实有趣的奇怪观察 好比说 我在这篇讲座里极力想阐述的是 应当尽量设法被人抓住尾巴 满心不愿意让人揪住尾巴的人 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帮手 以及真正的伴侣 这世间有条不成文的定律 当人们进入社会以后 清土秘密或互诉秘密 是彼此信赖的最佳证明 秘密也就是每个人的尾巴 也恰恰是在这个冷酷严峻的社会中 拿来调到温情友谊的上等耳时 即便大撒钞票也绝对调不到的友情之余 在改换成清土秘密的手法以后 又能轻轻松松让对方上钩 尾巴这是埋取友情和信赖时最强势的货币 在男人看来 最令他感到自豪的 并不是女人爱上了她的善良品性啦 专情啦 亦或是才能啦 聪明智慧啦 而是直接了当爱上她的肉体 这是所有男人上至高级知识分子 下至犯夫走足的通信 要是换成女人可就不是这么想了 女人是不是认定 我比我身体还要来的崇高美丽与圣洁 所以他们不能原谅这种 把崇高且纯洁美丽的我视若无睹 反而只对比较低等的 我的身体充满欲求的行为 个人特别喜欢他吐槽一段 炫耀孩子总让人听着不耐烦 听着有一张扁阔挖嘴的老爹炫耀 瞧咱家的闺女跟鞍掌的一模一样 你说对吧 只想让人追上哀悼之意 不知道大家对三岛流肌肤的印象 是否因此改观 推荐喜欢三岛流肌肤 或想进一步了解三岛流肌肤的朋友 可以一同来读 三岛流肌肤的不到的教育讲座 如果您觉得我介绍的还不赖 欢迎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下次再见